哇 交响的经典语入门 好多贝多芬 这些是歌剧吧 这一片就是这些音乐作曲家们 都是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学了几年的 应该是多少少会受很多的影响在里面 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家朗朗老师 真的是全世界的音乐都在这 你有非常喜欢的音乐家吗 比如这里唱片里有没有 就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个应该是舒伯特 因为以前在上中学的时候 学音乐选修里面 那段时间花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就研究他就是分析他的第八角像曲 因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部作品 到现在你说学了这么多年 学了这么多类型的音乐 然后记忆最有心的还是他的这个作品 不知道这有没有 我来看一下 那个好像是我拿来看看 别说还真有 是吗 居然真的有 看被我挖到宝了 这个 France Schubert 他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作曲家 然后 里面 这个 Symphony No.8和9 No.8这个第八个交响曲就是 它最有名的交响曲之一 因为它叫做未完成 因为这部作品它是没有写完的 而我们研究的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片段 第一个片章 我们真的是分析从开头 从每一个乐器 每一个段落去细去演 这应该算是我学了所有的音乐里面 分析的最细的一个曲子 所以 而且他其实这个人他写了很多歌曲 有一首歌叫做魔王 那个我印象还挺深的 因为他真的是 就只是通过钢琴 而且他是右手作为伴奏 右手右伴 然后左手是弹的那个 非常饱满情绪的旋律 他讲的是一个父亲 带着生病发烧的孩子去骑马去 去就医 但是那个孩子已经出现幻觉了 所以他一直在哭喊 父子之间的一个交流 一个对话 然后一直在哭喊 你看到那个魔王了吗 他想要把我抓走什么的 然后里面还有魔王的声音 就是一个人去分饰不同的角色 然后这个钢琴就能够把他骑马 然后整个那个心情 就是我感觉 虽然只有 可以说是一个乐器和一个人声 一个声部 但是他其实讲述一个非常非常 完整的一个故事 所以当时学了这一段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个作曲 你在家会有收集唱片的习惯吗 我家里面其实还有不少唱片 我收集唱片 其实除了我喜欢的歌手以外 我其实是喜欢看封面 现在的音乐行业 其实唱片它已经不再太是它以前的作用了 因为以前大家家里都有CD机 然后都会用唱片去听歌 现在大家都是数字化了 也不太会说你买唱片就为了去听 所以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收藏的一个意义 还有我看到就是非常好看的封面 然后可能就会勾起我的兴趣想要去去听一听或者是收藏起来 但其实我的确买了一个CD机 就是方便我去听唱片 还有包括黑胶 就是我也很喜欢这种很 有点可以说是有点复古 小复古的这种音乐方式 所以实体拿在手里还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的专机也出了黑胶 其实我也想说以后可以做做那种怀旧类的那种磁带 那种东西就是用 让大家可以再用到以前的方式 再去收听新时代的歌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用那种实体的来听歌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在家静静的 而且它的音质其实会跟你在手机里听的感受 对很不一样 嗯 其实下一次再出专辑的时候 可以给歌迷们这样的福利 多出一些实体的啊 可以去收藏 对可以不同的形式 那可能大家就要考虑一下 购买一个CD机 这方面都很有意思 有些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些 因为最近也有在设计自己的专辑封面 我觉得设计专辑封面是一个很有意思 有时候但是也很头疼的事情 因为你一个封面你不只是好看 也能够交代你这个专辑 是 能大概他想要讲的东西 而且你同时还要吸引人 就是像我这种 对于专辑和外貌协会的这种人 我看一个专辑 有时候可能他专辑封面不是很吸引我 我可能就直接就掠过了 会不会下一张给自己设计那个封面 会有很多小彩蛋可以让歌迷自己去发现发现 别说我现在今年这张专辑 收藏品毕竟是我的老朋友舒伯特先生 以前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听这个 就是这个曲子已经被我听的就是耳朵一听到这个起茧子 就是我现在听的我还会条件反射的去跟唱 就会想那个 其实挺有记忆的 你想想我那个时候是十几岁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还能记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